这个瀑布真是太漂亮了 在宜兰与花莲交界处 藏着全台最美的瀑布之一 澳花瀑布 瀑布水量丰沛且水质清澈 是东部必去的消暑秘境 沿途路线非常短又轻松 下车走约15到20分钟即可抵达 就算太阳超晒 优美的森林步道也能让你走得非常凉快哦 除了可以轻松玩水 喜欢刺激的朋友 还可以在瀑布担沿跳水哦 跟着金一起探访澳花瀑布吧 Let's go Hello everyone We're welcome to outdoor gym 我们今天要去 澳花瀑布 Yeah 这次我们除了各个伙伴以外 我看到一个再度回来的干爹 1N300的轻量级小电站 Woo 生命power的 这次要带着他一起出门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直走 对对对 直走 对直走 对直走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多鞋 我们差不多走一个25-30度的斜坡 这边真的蛮湿滑 刚刚有踩到青菜也差点滑倒 所以像我本身还是穿硕西鞋啦 不过前面有朋友穿拖鞋都很能够走 小心一点就OK了 Let's go 这边真的很好爬 太爽了 哇 所以你觉得这条路线如何 好赞的 那你觉得跟蓬蓬温泉路线比哪里比较简单 蓬蓬 但是我觉得这一条的树荫比较多 就还蛮舒服的 像我们太阳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但因为就像刚刚Regina说 我们就是比较丛林感 这边树荫都有遮住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会太晒 可能只有真的到瀑布那边才会比较没有遮蔽物吧 这边一路上都是林荫小道 非常舒适 好清澈 超快了 不过大家就是到瀑布这边后 路线开始变得比较崎岖 还是要小心一点走路的部分 我们这边走大概10到15分钟 就到澳花瀑布了 大家看 超大 Let's go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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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跳水 好 我们等一下要冲到那边去 跳水 但是我也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的跳点 所以我们去看看一下 再让其他人有机会去跳 Let's go 在ма 有没练 好 真的 好 剛剛往復復中心爬就往上去爬 野外竹鴨是妳 這個是 我沒什麼聞過的味道 我看一隻螃蟹炒咖哩 這是 各位 我現在來這個外送咖啡了 要用這個小電載來煮咖啡 怎麼煮呢 就給你們看 蛤 OK 這是我這邊帶的電動摩托器來用 因為我剛剛還有 我們ESI的小電載 這邊有很多插座 它有兩個USB Type-C的 還有一般插座孔 所以我這一般摩托器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非常方便 而且因為我現在是演習 如果是露營的話 我們還可以就是抓銀燈啊 或是當手電筒 像這邊它有個燈可以當手電筒 OK 你看 嗚 還好我們有發電機才能做到這些事情 不然每次不愛磨那種豆子 都磨到地球都關 除了一般三孔插座 EM300 還同時有兩個DC-521 兩個USB-A 與一個Type-C 的插座 讓我可以同時充手機 GoPro 空拍機 都還綽綽有餘 小巧體機和僅有3.1kg 的重量 讓我可以一手拎著它 穿越各種地形 在晚上 EM300 也可以為營地與道路提供照明 讓你輕鬆與安全地體驗錄營生活 這邊附上各個電器的使用時間參考 行動冰箱與通飲機也能輕鬆使用喔 安全性的部分 EM300 採取 Tesla Model Y 同等的MLP 電池 不會爆炸 起火 非常的安全喔 光圖奧花瀑瀑瀑瀑瀑瀑 EM300 小電站 你看 EM300 小電站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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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對EM300 有興趣 就讓我在此送你350元的限定折扣吧 記得 只要透過下方 基因粉絲的專屬連結 下單結帳 就可以直接折抵350元 不用再輸入任何優惠碼喔 快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來了解CVPOWER 的EM300 輕量級小電站吧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請訂閱 按讚 並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跟著基因一起開放你的冒險基因吧 tail 身邊的課程 久了 有給你 封鍊 信請 致